半个世纪前乃至一个世纪前的世界首富 都是实业的首富 换句话说 他的财富是实打实的财富 不像今天 今天很多首富都是纸面财富 就是个数字 比如我们相对还比较熟知的 有美国的钢铁大王卡内基 卡内基的著名名言 就是人在巨富中死去是一个耻辱 我非常欣赏他这句话 还有就是石油大王哈木 铁路大王斯坦福 今天的经济大多都是一个虚拟经济 我们实业经济中很难产生巨富 那么我们的巨富大部分都是虚拟经济中产生的巨富 那么他的财富就是一个庞大的数字 如果他想把他的财富变成真正的钱 就是我们所说的变现 那么他的财富我想缩水90%是很正常的 所以今天有很多各种首富们 一旦从股市上想变现的时候 他要找一些借口 比如说我要改善我的生活 我要改善我的家庭 所以要卖一点点股票 这时候也很难保证他的股票不跌值 那么作为美国50年前 半个世纪前的这个首富呢 盖底 保罗盖底 他的家庭生活呢 备受当时人的关注 在他去世40年后 40年很长的时间了 美国人拍了这样一部电影 就叫金钱世界 保罗盖底呢 一共结婚五次 有据他说啊 有上百个情人 比较多 上百个情人心里很累 我想记住名字就是一个工程 他有五个孩子 大儿子呢 抑郁自杀 他的抑郁来自于金钱的压力 他准备让二儿子接管他的生意 结果二儿子呢染上了毒瘾 就废了 他的妻子盖儿跟他离婚后呢 第二任妻子呢 也是因为吸毒过量 去世 那么电影里描述的这个 这个被黑手党绑架的啊 这个是他的孙子 是他的第二个儿子生的儿子 换句话说是他的孙子之一 这个桥段在电影里非常重要 为什么呢 是因为绑匪呢 提出要一千七百万美金的赎金 保罗盖地一个钱都不愿意给 他给出了两个拒绝绑匪要求的理由 从态度上讲 保罗盖地的这个 说法是对的 从古到今 如果你跟绑匪妥协的话 就会导致第二例案情的发生 所以世界各国政府一般都不跟绑匪谈判 个人呢 尽可能的利用国家机器解决这个矛盾 所以我们一般情况下不提倡 跟绑匪妥协 一旦妥协呢 就会有下一次 比如 我过去好像讲过 北京的 民国时期有一个翡翠大王叫铁宝廷 他的外号就叫铁巴 生意做得大 在北京的廊坊头条有很多房产 你有翡翠 你有房产 你就一定被人盯上 大女儿一被绑 他一回家 普人就说老爷 说大女儿被绑架了 要赎金多少多少 记不住具体数了 铁宝廷就说呢 给他多少多少钱 这说的就是他绑匪要的十分之一的钱 说告诉他 要不然要钱 要不然撕票 不谈判 你想想这绑匪 他就是为了要钱 他不是为了要人命啊 所以钱少也是钱呢 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 只好要钱放人 非常规矩 绑匪一定要有他的规矩 如果拿了钱撕票 这是在绑匪中最大的机会 那么很多人就说 盖迪太冷漠了 吝啬呀 他为他自己的亲孙子 就出点钱怎么了 说他花了那么多钱买了艺术品 又盖了盖迪博物馆 怎么就对他的孙子这么吝啬呢 那么盖迪有他自己的想法 我们从电影中可以看到 他被描述成一个非常吝啬的人 他生活中也是这样 他生活中有很多很奇葩的事 他特别喜欢 这个开家庭party 来的人多 高朋满座 谁到他们家都拿起他电话 打电话 你知道 在那个年月 打电话是个很奢侈的事 我们今天 你在全世界范围内 如果你通过微信通话 几乎不花钱 而那个时代不行 电话分 近距离和远距离的 就是我们所谓的室内和长途 我年轻的时候打电话 打长途 还得你个稿呢 生怕话说多了 钱花多了 那么盖迪在家里 世界首富举行party的时候 在家里装了好几个电话亭 谁打电话 上电话亭 投币电话 准备好零钱 供你换钱 你的电话不让客人用 因为他是发现有的客人 是用他的电话呢 打长途 自个儿免费聊天 这就是盖迪吝啬的一个例子 但是他在买艺术品上 一掷千金 美国富翁是有这个特点的 美国著名的富翁 都留下不同程度的艺术品和建筑物 比如卡内基 投过很多图书馆 是吧 比如洛克菲勒 我们都知道石油大王 今天有两所美国的顶尖大学呢 都是他创办的 一个是芝加哥大学 一个是洛克菲勒大学 都是他创办的 那么今天你到纽约去 到处都可以看到洛克菲勒 家族出资的建立的地标 你比如联合国总部 大楼 洛克菲勒中心 然后你去到这个美国参观博物馆 美术馆的时候 你注意墙上经常有一些铜的标牌 告诉你有多少人捐过钱 美国富翁有这样一个文化 尽管过去英国人 以英国人为首的 外国人都看不起美国人 说美国人没有文化 但是美国人 在一百多年的经济的高速发展中 大量的富翁愿意捐钱 比如我提一个人 这个人呢 我问过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 我当时很纳闷 我说你怎么会不知道这个人呢 这个人呢 叫王安 中国名字 三康王 安全的安 这名字很好记 他是美国人 他生于1920年 1990年 70岁的时候就去世了 他就是 他生在哪呢 生在上海 他是江苏人 那么他是一个发明家和富翁 40年的时候 1940年 毕业于交通大学 45年呢 就赴美留学 那么48年的时候 他在哈佛大学 获得了物理学的一个博士 51年呢 就创作了自己一个实验室 这个实验室非常有名 就叫王安实验室 后来呢 他就成为了电脑大王 你们今天啊 在键盘上敲击的这个电脑 跟他有直接关系 1986年 他曾经获过美国总统的自由勋章 1988年的时候 还登上过这个美国发明名家的 这个发明家的名人堂 但是他今天 我问了很多人 无人知晓 他只是捐献了三个图书馆 还留在市上 你知道当时的他的 在电脑中的地位远在比尔盖茨之上 如果王安在不走错路的话 那么今天我们知道的最强大的电脑公司 一定是王安的公司 你想想一个人啊 如果你发了财 我们就是按照老百姓 的一般的说法 就是你发财了 你不去做文化的事 如果你在文化上没有建树 一旦你过世 事过境迁就没人记得你了 所以美国富翁 历史上有名的富翁 能够被我们今天的人熟知和记住的 都是因为他在文化上做了事 不管你是做大学 做图书馆 你还是做艺术馆 做美术馆 做博物馆 一定是要向文化致敬 向文化靠拢 盖迪呢 他有那么多钱 很多人好奇说他怎么发的家呢 他爹有点钱 1930年的时候 我们都知道 30年很久远了 距离现在 我们算一算有八多年了 盖迪的父亲死了以后 给他留了五十万美金 1930年的五十万美金 可以说是一个天文数字 那么在这之后的二十年呢 他就利用这五十万块钱 我们现在所说的第一桶金 我们第一桶金 一般都是自个儿去捞的啊 但是他这第一桶金是跌给的 在这后来的二十年 从1930年到1950年呢 他在股市和石油界的 不断的投资扩张 一直到了1953年 科威特这个机会来了 他在科威特边境打井成功 迅速就积累了石油 你知道 那时候全世界依赖的 这个能源就是石油 所以他用了很短的时间 不到三年就积累了十亿美元 成为了美国首富 你今天说啊 有十亿美元不新鲜 中国现在好多人都有十亿美元 但是你知道 在六十年前十亿美元的那个当量级 那时候十亿美元啊 比如我们换算成艺术品 那就今天卖上亿的艺术品 当时可能就几百美金 所以那个时候的十亿美元啊 让这个保罗该地连续二十年保持了美国首富的地位 一直到阿拉伯国家啊 把石油收回国有 多少有点赖批啊 把石油收回了国有 才让他的财富的爆发之路呢 止步 那么这么富有的一个盖地啊 他的家族比较庞大的 结果很多婚嘛 生过孩子嘛 生过很多孩子啊 所以他的家族的庞大就躲不了一个魔咒 就是富不过三代 所以有人说他啊 坐拥金钱世界也买不到幸福 所以我们老说粗茶淡饭啊 过一个平常百姓的日子是一种幸福 那么他的长子呢 就是由于啊 压力太大 什么叫压力大 有钱就有压力 没钱的人都说我没压力 我没钱啊 有钱我也不会有压力 我告诉你 如果你是一个对应你能控制的钱 比如你觉得我的能力不错 我能控制一百万块钱 所谓控制 就是你能让这个钱再生出钱来 你说我会花钱呢 不叫控制 那叫你控制不住 如果你说我有一百万钱的控制能力 我拿一百万我可以让他增长 那算你有一定的控制能力 你说那我可以放大十倍 一千万 放大再放大十倍 一个亿 一个人 我们说一个没有经验的人 一个亿的现金 他绝对会出问题 这就是说他控制不了 每个人能力是有限的 当他控制不了的时候 压力就会变得非常大 那么他就有可能选择另一种方式 所以这个保罗盖地的长子呢 就选择了自杀 那我想他可能算抑郁症的一种吧 那么每个富翁都有一个问题 就是谁来继承 所以这个继承的重任就落在了次子身上 这个由于长子自杀呢 这个次子就比较受到娇宠啊 所以这个次子就染上了一个恶习 稀释毒品 我曾经啊 跟很多年轻人 包括跟儿子都说过啊 儿子当年一个人只身出国 我跟他说人生啊 有两件事绝对不能碰 这两件事一定使你不幸福 绝对不可能使你幸福 今天我可以跟所有看到这个视频的人说啊 这两件事很简单 一个毒 一个赌 稀释毒品的人绝对没有好下场 赌博绝对没有好下场 所以这两件事啊 人一生中绝对不能沾 你沾了这两件事 你的生活一定就变得不幸福 不管你有多少钱支撑这件事 对于保禄盖地来说呢 更大的这个问题发生在后面啊 就是他这个你知道啊 这个男人是这样 他如果有第二次婚姻的时候 第二次第二任婚姻容易放松 因为第一任呢 都是一种原配啊 我们过去讲原配夫人 如果他在后面还有连续几任妻子呢 他反而变得比较轻松 因为他觉得这就跟换一件衣服一样的自如 第二任的妻子很容易发生一个问题 就是娇宠 所以他的孩子就变得就是无人能管 是吧 最终呢就被绑架 这个绑架就是电影中呢所看到的 就是他的孙子被绑架以后呢 绑架了多长时间呢 被囚禁了六个月 为什么六个月呢 是因为这个筹码谈不成嘛 那么在这个六个月的囚禁中 因为老拿不到钱呢 就为了吓唬啊 老盖地啊 就把他这个孙子的耳朵隔了一个 寄了回来啊 所以呢在这样的重压下 保罗盖地呢 就是经过反复的谈判 最终呢 这个赎回了他这个孙子 给了大概是三百万块钱 三百万美元 那么这跟他一开始要的钱呢 差距是非常大的 但是也是很大的一笔数额 这个孙子回来以后呢 这孙子啊 这孙子确实很孙子啊 还是继续滥用毒品 八一年就中风 中风以后呢 就是局部失明啊 然后严重的语言障碍啊 最后在论语中度过了残生 那么你想 保罗盖地还是很不幸的 那么第三个儿子呢 是他家族中的最兢兢业业的人啊 即便如此呢 也没躲过盖地家族与丑闻的这种 就没躲过这个厄运 他一直是人们心目中的盖地家族最值得尊敬的一个慈善家 他在当地啊 在旧金山呢 这个是个慈善家 但是他对歌剧啊 你看多雅呀 有钱呢 过去喜欢歌剧的人都上了游社会啊 对酒呢 都情有独钟 那么在1999年呢 人们就发现呢 他在那个 他还有 外头还有一个密室 有个外室 秘密的外室啊 呃 他与妻子呢 有四名子女啊 但是他跟那个女人呢 也有三个女儿啊 所以 在这个 美国这个社会 其实美国社会很严谨的 尤其在 几十年前啊 我们现在全社会 不管是美国社会 还是中国社会 都对这些事比较宽容 但是在几十年前 没有现在这么宽容 所以人们对他的看法呢 就一落千丈 有钱人的教育啊 从某种意义上讲呢 比这个没钱人的教育要难 所以呢 人性之恶啊 在金钱面前表现的非常淋漓尽致 所以金钱世界这个电影中呢 就有盖地的这样的名言啊 或者说是他一句台词 他说成为有钱人啊 是个容易的事啊 做个有钱人很难 他的第三个儿子 葛登呢 是他唯一的一个受托人 就是说遗产由他来处理嘛 但是你知道啊 这个富二代啊 有很多时候呢 对自己祖辈所创下的 这个产业没兴趣 首先他对石油事业就没兴趣 你说那种一桶一桶的石油 有啥意思啊 我碰到很多国内的富二代 都对他父辈的 这个产业没有兴趣 我们别说他什么产业 我一说什么产业 你就知道我在说谁 他觉得他说 我爹弄这事什么弄 这么意思啊 他因为生活状态好 用他爹的钱读了大学 出国旅游 开放了眼界 觉得兢兢业业 做这样一个基础的事业呢 没意思 不如搞一些什么呢 搞一些文学啊 搞一些电影啊 搞一些艺术啊 我又有钱 我又不在乎啊 所以很喜欢 干一些很虚的事业 就比如投资电影啊 做金融投资啊 喜欢做这种事 所以对自己家族的传统产业 没有兴趣 那么这个保罗盖蒂的 这个儿子 葛登盖蒂呢 就是这样 他也是热衷于文学和电影 说白了 他也是一个有钱的文青 他就是一个文青 他爹去世以后啊 他变个范的 把该迪石油公司呢 以一百多亿美元的价格 卖给了另外一家石油公司 他这个动作啊 饱受争议 人都说这就是败家子 那么由于家族大啊 你说家族产业你被卖了 那你肯定就引起各种官司啊 所以活得一点都不愉快 那么葛登呢 就是卖完了这个石油公司啊 惹了官司以后呢 还不算 然后到了1985年时候呢 他把他的家族信托啊 给解锁了 撬开了 什么意思呢 这个信托呀 是理财的一种方式啊 当你不能有办法 自我控制这份财产的时候 你就给一个信托公司 当时呢 这个保罗盖蒂呢 他有40亿美金啊 想起来这是30多年前的 40亿美金 非常多呢 就是让这儿子管 这儿子呢 就使用了各种法律手段 第一个法律手段呢 就要损失10亿美金 他在所不惜啊 这钱不是他的 是他爹创下的财富 所以把这个10亿美元先交了税 然后这钱就可以分了嘛 所以他就跟他 他自己和他的哥哥 这个还有乔治的女儿等等 就家族一大堆人 那乔治的仨女儿呢 一共就三方就分了这个钱了 每个人分了大概有7亿5美金 但其中啊 有一个人啊 有一个人呢 这个是跟他们家族 比较远的人呢 每年才分3000美金 没啥钱 所以分的非常的不公平 那么从这个角度上讲啊 他家族当时有人测算 有24个家族成员 大概有50亿美金 就这么完全给拆分了 你想想 这话就应了中国老化了 叫富不过三代 钱是白来的 只要能分到我兜里有钱 能够花 我不管未来 从某种角度上讲啊 这个保罗盖地的这个设计 是错误的 如果当年他把这副文钱 全都买了艺术品 那今天我认为去 盖地中心啊 就是盖地博物馆 去的这个参观者和游客 会非常非常的多 我们站在世俗的角度去看 保罗盖地这样一个人呢 他是很传奇 很吝啬 这个你想想这么大的富翁 你到他们家打电话都要投币 都要自个儿花钱 你想他有多么吝啬 但是他在艺术品的这个收藏上 一掷千金 丝毫不利策 我们 我们作为一个旁观者啊 看保罗盖地呢 实际上他是一个对艺术极度大方的人 他对艺术 怀着一种挚爱 一个没有挚爱的人 是不可能做这样一个博物馆 也不可能投入如此之大的资金 今天啊 有机会去美国洛杉矶的时候 这个一定要抽出半天时间去保罗盖地的这个艺术中心看一看